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生 刚刚我正在录视频 结果我辞职了 那位同事突然间进来了 我刚刚录的时候他突然间进来了 敲门进来跟我吹牛逼 讲了一下他这边对我这种晚辈的期许 好好考证啊,干嘛呢,搞中国啊 考证啊,还有找工作啊,还有什么职业规划啊 啥的,客套的讲嘛 当然也讲了一些我们这个 他因为他要走了嘛,也讲了一些 像我们吐了一些苦水 说这个他明显是跟这边的我们的党委书记嘛 关系没有搞好 党委书记直接跟他说 你走吧 知道吧,就直接就是撵人家走了 所以人家关系没搞好嘛 但是呢 我们这边是 党委书记要想开掉一个人 就是说 他是没有权利的 你说项目经理他有没有 因为我们是正式员工 他要想开掉我们 必须要找到一个 我们违反了什么什么法律 违反了什么什么公司规定 才能开掉我们 他是没法开的 没有权利开的 所以那 党是不足迹嘛 直接跟他讲 你得走吧 可能就相当于就撵人家走了嘛 人家心里面能开心呢 所以我这个 也算是老同事的吧 来这干了三年了 跟我也吐了许多的苦水 说白了 像这种企业吧 我们这种企业 都是凭什么资历啊 还有叫 你要是跟领导搞不好 因为我们这个什么呢 他相当于一个大家庭 他不是一种商业 纯粹的商业公司 我们这么多人都住在一栋楼上 什么吃喝住啊 行啊 全部在这边 所以你要是 就抬头不见低头见 一天24小时都要见到领导 随时随地可能见到领导 可能见到领导 你要是跟领导搞不好 搞不好关系 那或者说 有的领导吧 看你就烦 而且吧 人这个东西呢 就到处都有矛盾 他有些时候吧 有些人他看你不爽 他跟你没有关系的 知道吧 有些人你可能没有发现 跟他说什么 发生什么矛盾 但是人家呢 就就看你不爽 这他妈 对不对 这领导也是人啊 领导可能就看你不爽 那你就在这个项目上 基本上就 彻底卸菜了 彻底卸菜了 彻底卸菜 你他在这已经干三年了 还是原来的岗位 知道吧 就没有给他提吧 我那个队长呢 是跟他一块进来的 我的队长 是比他晚进来一个月 都升队长了 今年一月份嘛 就升了 不要副队 是副队 他呢 一直都是的岗位 很明显嘛 是跟我这个 刚刚跟我吐 跟我吐了好多的苦水 所以吧 这也让我想起来 许多的人情世故 像你说这个人吧 这个东西呢 工作 我们这不工作吗 谁培训一下都能干呢 就人与人这个东西吧 相处 那么麻烦就大了 你像咱们这边的 项目部吧 我们这党委书记呢 年纪比较大 资历比较大 而这项目经理呢 年纪比较轻 资历比较浅 所以你说哪个是脑大呢 按照道理来讲 应该项目经理是脑大 知道吧 因为我们毕竟是个公司嘛 但是呢 党委书记呢 我们是一样 党委书记他权力也大 另外我们的党委书记呢 年纪又大 所以他这个 可是我们这个党委书记 跟这个项目经理 好像因为一脑一哨嘛 我们项目经理30多岁 这个党委书记已经快 已经50多了 所以他们就好像意见不同意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叫王总吧 我们这边一个 好像 好像他们意见也不同意 这东西 当你说我们这些小打工呢 我是还没有面临说什么 站队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工作嘛 像他们 就我今天离职的这个人吧 他在这已经工作三年多了 那就面临站队的问题啊 这真的啊 我来跟我一讲 啥啦 就面临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两个领导都发布命令了 结果他们是 你听哪个的 对吧 你听哪个的 就摆在你面前 我们不讲什么 高科技 什么高的学术 学术问题 就这单位书记跟项目经理 两个领导 都发给你任务了 你给哪个先办 或者说你你办哪个 对不对 这就面临问题啊 你要说办单位书记 单位书记 单位书记可能一想 哎 这个办的好 那项目经理一想呢 我给你任务 你怎么不把我的办呢 你就办单位书记啦 你把我这项目经理 放眼里了吗 可是你要是呢 先办着项目经理的 那单位书记又不开心了 对不对 我吩咐给你的任务 你怎么就不放在心上了呢 你是不是什么意思啊 不把我当人啊 所以说你这东西吧 只要工作时间一长 它就会面临这种 人情世故 它是无声无气中 就让你 你像我们那些小打工的吧 也没想这么多 但是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要听谁的话 无情之中 你就会发现 你可能要得罪谁 对不对 另外还有这个出了事了 责任 谁承担啊 又是个大麻烦 你要是跟领导关系搞不好 领导他妈的 就把责任推给你了 就让你当踢队一样 对不对 这东西没发展 对不对 测量一下子测量搞错了 假设你是 现在就面临站队的问题嘛 假设你是项目经理这一派的 假设 项目经理派你去测量 结果夸击 你测错了 那当外出记就开始 怪他 你这人怎么搞错的 批评了 是什么意思啊 批评项目经理的人 意思就相当于批评项目经理 打狗还要看出人呢 对不对 说不定他像上头一反应 开掉了 因为他我们这边都没有 项目经理跟那个 当委书记 他们都没有决定权 开除某个人 他们没有这个权利的 他们可以向上面反应 开掉 开掉你 他们有这个权利 建议权 他们没有决定权 但建议权也很重要 你的升官 不能说升官嘛 你就升职位 就他们两个 说了算嘛 所以说吧 这个工地 你这个人情世故 只要有人的地方 他就有这种 联系嘛 你把我喝酒的时候 我们在把他喝酒 什么 因为我也能喝一点白酒啊 啥的 喝酒的时候吧 你就 你就在想 敬酒 先向谁敬呢 对不对 你是先向你们部门的 直接负责人敬呢 因为你毕竟是同事嘛 也是说 像队长啥的 你还是向 党委书记敬呢 还是向 项目经理敬呢 对不对 而且也要看着 他们两个 谁能喝酒啊 对不对 有的人 他就不喝 不能喝酒 你那么 当然基本上都能喝 你这个问题 就中国吧 这个东西吧 中国人呢 中国人呢 总是把这个精力啊 把这个大佬啊 花在这个上面 他就研究这个东西啊 他比较擅长嘛 他别的玩意儿 好像就 好像不是有人说吗 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 与人斗其乐无穷 实际上 他应该说错了 他只是说 应该说 与宋国人斗其乐无穷 对不对 与日本人斗 死了几千万了 所以说 外国人斗 还是不要斗了 就跟自己人斗吧 你就是你们这个 我们这个民族啊 就擅长这个嘛 对不对 互相斗吗 勾心 勾心斗脚吗 那必须的 那别人 外国人斗不过 好 哈哈